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许多的奇迹在等待我们发现 有些人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产物 还有一些则是大自然鬼斧神功的杰作 不过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的这座山 虽然看似平平无奇 但它却真能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这座山的名字叫做罗赖马山 单说它的名字或许很多人都会感到非常陌生 但是如果提到失落的世界 相信大家就不会陌生 失落的世界便是以这座山为背景创作出的作品 罗赖马山坐落在巴西、贵亚纳和委内瑞拉三国的交界地带 长约14公里,跨约5公里 总高度约为2810米 因为它的山顶异常平坦 山的边缘也是树直下来的 从远处望去,就像是一座天然的露天足球场 因此这座山总能给人一种被完整开发过的假象 除此之外,这座山上近八成的生物 都是已经在世界其他地方崛起了的 走在这里的丛林中 只有一种来到失落世界的感觉 也正是因此,这座平平无奇的大山 吸引着世界各地,喜欢探险的游客前来 最了解,由于罗赖马山的周围 蕴藏着丰富的金刚石资源 这也导致此地发生过很多不必要的矛盾 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和美国就差点为争夺这里的资源打了起来 不过好在国际法庭出面调解 最终将它判给了贵亚娜 小伙伴们,你们有兴趣来这个失落的世界一探究竟吗?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